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 毛主席曾提出让宋庆龄担任中央政府主席 但这一提议很快就被党中央其他领导否决 尤其是周总理坚决持反对意见 按理来说 为中国奉献毕生的国母宋庆龄理应得到党的优待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实情 与宋庆龄关系一向融洽的周总理又为何极力反对 一提到宋氏三姐妹 在国人的脑海中可能一下子浮现的是美丽奢侈的三妹宋美玲 不可否认 宋美玲的一些行为举止确实给人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深刻印象 但追根溯源 作为中华儿女 我们最应该铭记的应当是伟大的国母宋庆龄 国母知名并非夸张 而是宋庆龄几十年来为国鞠躬尽瘁英德的母语 1893年 宋庆龄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实业家庭 而良好的家庭背景使得他有机会前往国外读书 接受先进